早上的6点48分 今天是10月的4号星期五 10月4号星期五 早上的6点48分 各位环球邮报的读者们 539会员们 朋友们大家早安 大家好 那首先来看看昨天开讲报告 我们1号2号中了以后 3号我们用的是0708 结果他开04 04我们也养了好几期 结果昨天呢他开出来了 这个牌呢 现在是平均应该是很好中 今天大概应该是中奖比例是7成 来看看台北的西温天气 大概21到23度 大概应该会下雨 外面你看看 阴雨绵绵未下雨 早上的车子行人也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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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如意 十字母 十字有八九 十读九书 理论大家一定要的 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不中 今天第二次要非常谨慎小心的 昨天本来是可以中 实在是想离世 太久不开了 结果呼呼呼 那冷门牌他又开出来了 此牌有时候冷门有时候冷门 我都猜不中你怎么猜得中 好 那么我懂方法 我也懂技巧 我也懂算牌 好 那我们的希望呢 今天 10月4号 星期六 礼拜六 开奖 有中的话 你们要给我吃一千块猴 没中的这个礼拜就过去 我们就不要了 反正我们一个礼拜 中三次 就是一个礼拜 中三次 给我吃猴就对了 我也不要说 延到下个礼拜 没有不必了 不必了 下个礼拜再重新再算 中三次再吃猴 我算法都是合理的 不乱给人家收钱 会费呢也不乱收 会费是会费 像你今天这个礼拜 如果中两次 如果今天有中 就要给我吃红鲜 如果没中就不要 祝大家今天有个周末 假期愉快 这边 大家今天周末去买点菜 到好餐厅吃点料理